在6月17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在回答有关中印边境冲突的问题时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印双方正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 就解决有关问题进行密切沟通 赵立坚表示 近来为缓和两国边境地区局势 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 保持密切沟通 6月6日 两国边防部队举行军长及会晤 就缓和边境地区局势 达成重要共识 但令人震惊的是 6月15日 印方部队严重违反双方共识 越线非法活动 并对中方人员进行挑衅攻击 导致双方边防部队发生严重肢体冲突 造成人员伤亡 赵立坚指出 此次事态的是非曲直是十分清楚的 有关事件发生在实控线中方一侧 责任不在中方 中方已就此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 在此郑重要求印方 切实按照有关共识精神 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不得越线活动 不得挑衅姿势 不得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 中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 为缓和边境地区局势 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做出努力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 中印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双方要切实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确保中印关系按照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和期待的正确方向前行 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为此做出努力